作詞文章 龍鬚湯有個歷史 相傳清朝時代皇帝吃的糖 那個御柱 見到民間都有拉龍鬚糖 當時不是叫龍鬚 而是叫銀線糖 皇帝見到這麼有趣 這麼好吃 不如這隻糖就是我吃的糖 相傳見到龍鬚湯 我那時讀書屋,街邊有很多銀鬚糖 一毫豬有兩粒至三粒 一粒就不是一盒一盒 記憶應該是八至十歲的期間 已經懂得包糖 秘訣其實最主要是連糖膠 就是靈魂 六十年代左右 用一些星鐵打一個箱 背著它,去到哪裏就賣到哪裏 因為它會實驗 可能會用到別的地方賣 那些人就看到有龍蘇多吃 那時應該是多人做的 因為那時在街上賣這些東西 就不會拉 八十年代小販不能拍攝 所有民間街頭消息 經營都越來越少了 十二、三歲打落都不會 他沒有見過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少 由我正式進入龍蘇糖的行 差不多有十八年左右 其實都靜的 有些老的師傅都已經不在了 又沒有新的人入行 我想現在全港不會超過十個 大年紀又不肯教我 是年輕的 多個人去競爭我又少了 那他又用這個心態去想 我曾經都試過做地鋪 因為租金問題 我不如又做回我以前的模式 可以走場或者商場 那些roll show位 都比較會好 有甚麼辦法令龍蘇糖 可以做到可以包得起來 賣給人 當禮品這樣做 令到有少許可以生存到的空間 因為我又肯去做一些大力的推廣 令到其他有些人 上年多的都回來做的 我見過的 我將這個舊的食品 只是溫固之身 提示一下還有這些食品 不要被人迷惘 他們叫國技 因為不是那麼多人做 他們覺得都不要去 放下不做 這件事來講 都陪了我差不多一大半生日 有一種樂趣的 以前人是窮的 想將食品保持久 要吃耕田回來 就能吃一塊粉 搓了一塊東西 用茶果回來就能吃 什麼食材適合的都會做 這樣飽肚 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會做 多數是女人做的 我小時候都聽過 一些男人說 我老婆做的 為何沒有你老婆做的 那麼好吃 正宗的就是 蘿蔔 微豆 綠豆 花生 還有一些叫做起板 其實最傳統就是蘿蔔 起板糕是傳統的客家人 嫁取用的 雞絲藤就是茶果一種 只不過是黑色 功效是清潔解毒 生殖的人吃了雞絲藤 肥嘟嘟的 小時候其實有個雞絲藤吃 已經開心到要跳舞 客家茶果裡面 雞絲藤是最難做的一種 要摘葉那一刻是最頭痛的 要找葉 叫清明節 所以清明節是最多的 多到兩個月左右 它就會消失 最近為何有回 有雨水多 它會生出來 中午12時多 最多蛇出 不是客家人 他們不懂 知道是補 不是草 做茶果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一對手 逐一塊葉洗 刨的葉 令它這麼幼 又可以儲存到 很多葉 才弄出來這麼少汁 有時候摘多些 一袋袋 一袋袋 放到雪櫃 有時候拿出來 拆過工夫 它辛苦過茶果很多 茶果你叫我拆一會 就OK了 十分鐘可以開了皮 大雞絲藤 起碼半個小時以上 你還要手感 你會想想想想 碰到它的汁 碰到它的渣 手會有少少癢的感覺 一塊葉都是手工 買不到有紙糖 可以托到底 黏到爛了 沒可能吃到 喜歡吃煙韌 放涼去 你想吃辣辣 一出爐就吃 七、三年左右 我想是三毫子、兩毫子 多到街邊都有賣 單挑單煮一個羅 旁邊有一個 好像鍋蘭一樣 放了些雞屎藤 現在我經過就沒有了 很多功夫 辛苦 沒有人做的 一個未斗 老又不會再做 年輕的人覺得辛苦 滴滴都是汗 三十多度去摘 新水新汗 又被蚊咬 你都覺得開心 外人看上去 覺得我們是傻的 如果我們不再做下去 已經絕跡了 我的客人吃開 沒得買 他們就會不停問 很可食的 別處買不到 這個說法 值得 我們主要是買栗子 流動小販 全九龍 香港 可能都是只有20人 很多 八二三年 有個朋友 本身是做栗子 我們都幫他炒一籠 才出來 開始做小飯 要什麼呀 哥哥 九零年代 外面店舖都用機器炒 用滾桶式 封了氣 沒有水氣 這栗子一定不香 現在沒有 是全部淘汰 兩者比較 人手炒是比較香 它一直炒 水氣會揮發 其實有很多種栗子 糧響那些 就不能下來香港 被日本做包裝栗子 都用光 所以我們不能炒 滋鶴 我們通常選擇 就是炒山東栗子 比較粉 還有肉色 比較金黃 一些 沙 最好用山坑的淡水沙 你每次炒一次 糖溶了下去 它一邊黏 結實了 就好像圓滑滑 越炒越大顆 它為什麼會變黑色 就是每一次炒 放糖 它焦了 沙就會變黑色 放砂糖的用意 就是讓沙是潤滑一點 還有拿它的沙糖溶了熱力 糖溶了是很熱的 這樣就可以把熱力 用栗子溶了熟一點 快熟一點 炒熟栗子 那層皮這麼厚 是不能入味的 所以跟甜乳不甜 放糖是完全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 溶了糖 黏在栗子裡 就放出色澤去 我們通常就是 開了一個爐 燒熱的沙 然後倒些栗子下去 用中火 炒到少許金黃色藥 加糖 油沙糖一加下去 它溶了就好像 黏住一塊一樣 你粗沙它沒有溶得那麼快 你繞它那時就溫暈一點 再炒到差不多 沙什麼光栗會吸水 讓它震一氣 如果不停的 一個化成炒熟 那麥子就會爆 很厲害 讓它先吸氣 然後再開火 再炒 炒栗子 衡量熟與生 是可以看的 所以沙很難讓它燒進去 我們要沙收火 然後再開火 再炒 炒到沙全散了 你的手剎出去 是很重手的 那些栗子就熟了 天氣30度炒栗子 半小時至7個字就熟了 如果跌到20多度 就通常要有9個字 火水 噴氣的 火力猛的 大雲突小汗 手怎麼停 若然是沒有停的計算 是六七鍋都可以炒到的 因為你一鍋不炒得多 都十多磅 而且你拿著鍋鏟是這麼兜的 很累的 肩膀有時候回家會痛 因為你始終的動作是不停地動 這兩個位置 早上10點左右 我要動手做東西 把車推出來就頂半分 什麼妹妹 20元 20元就好 多謝 現在雪馬上快樂 天氣 是全開檔 不要經常休息 給你 都開的 因為時令閒死了你 你只有那半年做 我們炒律子的季節 每一年都是九月中 到下年是四月中 而知你有沒有生意 其實十七八度是最好的 太冷了 未必一定好生意 人們急急走回家 趁有什麼生意 做這行經驗熬業 開得到便開 回家 我們是出生涼,移民出生涼,租金扣稅 香港還有人做堂舞,應該都沒有 超過四十歲,四十多歲的港式蜜夫 有機會會認識的 一看到我們的堂都拿出來 我小時候都吃這些堂 不過我不知道哪間堂出的 116年已經開始,五十多年了 三個兒子和爸爸一齊經營的這間公司 我爸爸死了一年多,沒什麼改變 像你吃金沙一樣 你如果做金沙,做金沙就要吃 你怎麼吃呢? 很難說,我不老套 你吃多少不厭就OK 以前上水,五、六、七間山寨 因為中東那時候開始開發,那些人有錢 在香港訂一些堂,去回中東那邊 十間八間都有 那個年代,那些人比較窮 有一顆堂吃,覺得很好 我們那些消毒都可以免勉強的 我們那些消毒都可以免勉強的 都可以 主要的特色和家頓和我們 因為前景不是那麼好 你糖果那些,是那些叫做複食品 找兩大眼仔一定可以 但你想發財就要慢慢想 因為它大旺季太厲害 過六年之前的兩個月,就追黃 到你旺季的時間,四圍的糖 八川戶河一樣,一路都扔掉 最好買這個結糖 糖和糖膠,我們叫做假忌 發了半個小時,它完成好像蛋糕的忌廉 接著就去攪拌 攪拌完之後,就加奶粉,加花生 倒進水餐,即是冷卻氣那裡 慢慢煮凍了之後,擠上我的機器那裡 又粗變,又又又又又 初初是用人手折的 八十幾年代那時候 開始我們用比較新的機器 可以自動出牌,可以包起來 封了口,打完日期,就可以出街 除了軟檔之外 全部都用機器做的 那些員工在那裡戒 戒完之後,他跟著就在那裡砌 砌完之後,要在焗爐那裡背 一粒糖,由浸至到出了為止 起碼都三天 講就講師傅而已 因為這些很多時候都是眼見功夫 以前看糖的,用眼來觀察的糖 現在又完全有溫度表,有東西看 有些少許巧妙的經驗 天使熱著這個糖的溫度又不同 只要你肯做的,我就會告訴你怎樣做 那現在香港人,個個都喜歡鎖寫字樓 你可以叫做捷陽工業都可以的 在香港就 可惜,起碼我爸爸,1960年到現在 有學生神寄託 如果不做回去,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都開心的,開心多過不開心的 大半世大都在這裡 那你說沒有這樣,就是大家 我們已經六十多歲了 真的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